活着一只白色小可爱 这可不是成功捕获一只香蕉后的胜利笑容 感觉笑得有点阴森啊 看久了还真的让人感觉后背一凉 小祖宗你就直说你有啥阴谋吧 同样都是猫咪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你看这个小可爱 穿着中国风的衣服 乖巧地站在太阳下 难道是在等他的约会对象吗 这身装扮给我的感觉是 他要去应聘招财猫的形象代表呢 在太阳下站久了何止会住属 更严重的是都快要被烤熟了 不然我们在这里等等 等他彻底熟了 今晚晚餐就吃他了 弱者只能成为别人嘴里的食物 你们能不能学学我啊 提高一下自身的生存能力 去捕食和怎么捕捉更多的食物 这才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 看来捕鱼达人的称号要废女魔术了 你能不能像我一样成熟一点啊 都一大把年纪了 你看你还在玩些什么东西啊 到时候别人看到了 可是要来取笑你的啊 要什么好取笑的 没听到老小老小吗 怎么开心咱们怎么来最好了 因为缘分啊 我们四个兄弟相知相遇一起走到这里啊 以后这里呢 这就是我们四个的天下了啊 这就是正为你们打下来的一片江山啊 这三只小猫 可是在窗户这边 瞅了好久移动不动 到底是在看啥好戏 还是在望风呢 那个谁好像快回来了 在他回来之前 我们得把家里复原 不然就完蛋了 你看见这样的小芒果 你还忍心去买回家吃了 没买一只芒果 就有一只小鸟死掉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如果可以 不吃我好不好 如果实在不可以 那吃日我的时候 请记得温柔一点